一聲爆炸炸出巨大煙團 以色列軍方公布戰果 在黎巴嫩南部卡法基拉地區 再搜出真主擋地道 建設完整 有房間浴室廚房 還繳獲大量AK-47步槍 火藥等軍武設備 以色列參謀長代看 真主擋地下軍火庫 藉此大酸聯合國 在此之前 以軍跟亞拉姆部隊 聯合行動使用400噸炸藥 摧毀真主擋打造15年 長約2公里的地下軍武儲藏庫 爆炸威力大到觸發近500次地震警報 現在真主擋領袖 與紀錄人選陸續被炸死後 真主擋宣布 71歲的二把手卡西姆 接任真主擋領袖職位 卡西姆是真主擋老兵 也是創黨元老 從1991年開始出任副手 他長期接受外媒訪問 擔任對外發言的角色 以色列又空襲 尼巴勒南部沿海古城泰爾 一段大樓被襲擊後 變成焦黑廢墟 至少造成7人死亡 令當地人非常憤怒 當然 真主擋也不打算示弱 朝以色列發射100多枚火箭彈 但幾乎被鐵穹防空系統攔截 以離邊境 烽火連天 以軍還讓戰線往南沿 再度襲擊北加薩 賈巴利亞的一間醫院遭到重創 CNN指出 最近幾週數百人被殺 醫院被破壞 看到數十名醫護人員被拘留 還有患者喪命 聯合國擔心北加薩的人道情況是災難性的 但是此時以色列國會通過法案 禁止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 也就是聯合國專送巴勒斯坦物資的專責機構 在以色列境內活動 指控該組織被哈馬斯滲透 以色列的禁令讓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翻批抹黑 更深化了巴勒斯坦的苦難 也引起各國批評以色列 連最有力的盟友美國都不贊成 因為在加薩的難民 不僅流離失所 缺水 缺食物 還缺入冬衣物 現在埃及提出加薩 暫時停火兩天 交換人質 談判將展開 但專家不看好 以哈衝突 擴及以利互空 以色列的態度強勢 總理納坦雅胡稱 希望戰後跟更多阿拉伯國家 達成和平協議 只是目前烽火遍地 阿拉伯國家該如何同意 TV新聞綜合報導 阿拉伯國家該如何 阿拉伯國家ctic地 就是要龍兒 所以我們想進入 在宮舟期間 額鹽 公司 無法 投資 偶像 有人 老子 又 活